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飞机的 不是国与国家的 或者人的 大家很多都不愉快的事情 不幸的事情发生 那到底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呢 有些事情可能离开你很远 比如这个马航的事情 可能离开你很远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在打仗 离开你很远 可能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打仗 离开你很远 但有些不幸的事情 就在你的身边 你的公司 你的朋友 甚至你的亲人 那为什么神是爱 为什么要这么多不幸的事情 在世界上出现呢 所以我希望透过圣经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要来读以西节书 22章 23到31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请 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 他宝号的狮子 扎略穷物 他们吞灭人民 抢夺财宝 使这地多有寡戏 其中既是强解我的律法 亵游 亵游我的圣物 不分别善和善逐的 也不使人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又周远不顾我的安息日 我也要在他们中间被泄满 其中首领仿佛财报 扎略穷物 杀人流血 伤害人命 要得不义之财 其中的先知 为百姓用胃泡透的灰抹墙 就是为他们见虚假的意象 用仿诈的坚谱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其实耶和华没有说 国内民众因为对欺压 罐子抢夺 亏负捧穷穷乏的 被里欺压寄居的 我在你们中间寻找一人 重修长远 在我面前 结果站在破口房堵 使我不灭绝 结果找不到一个 所以我将分横刀在他们身上 用猎路灭纳他们 照他们所行的 报应在他们的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 你看在三十一节 所以我将老恨倒在他们的身上 用猎路的火灭了他们 照他们所行的 报应在他们的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 这不是先知所说的 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 你看到三十一节 你还能相信神就是爱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的真理 是要从每个角度 整本神的心意去解释 不能用单方面去解释 否则你会解释得不通 你的属灵生命会出现危机 所以从以西节书二十二章 二十三到三十一节 我们看到说 神透过以西节 跟耶路撒冷说话 说了一些什么话呢 我们看下一章 讲这个故事之前 它有一个背景故事 我们必须要了解 我们知道说 整本圣经其实讲到神的话 也是讲到人类的历史 以西节是一个背鲁的先知 他们去到这个巴比伦 就是现在的伊拉克 我们稍微读一下旧约 你就知道说 在主前七百二十二年 北国就是以色列国 就被亚述帝国 俘虏到亚述帝国去 在主前五百八十六年 犹太国就是 耶路撒冷成为首都的犹太国 也被掳到巴比伦 在他们被掳的时候 大部分有知识的 富有的人都被带走了 只有留下一些贫穷的 疾病的没有被带走 一个国家攻打一个国家 最后打赢的时候 他一定将有本事的 富有的人带走 留下的这贫穷疾病的人 没有办法走 所以巴比伦将犹大帝国 所有的祭司 先知 君王 领袖 有钱的人 全部掳掠走 去到一个地方 就是到了巴比伦 在一条河的旁边 这个叫做 加巴鲁河边 加巴鲁河边在哪里呢 它是在两条大河之间 我们知道旧约里面 有四条河 一个叫比逊 一个叫基逊 一个尤弗拉底 一条叫做底格里斯 尤弗拉底又叫大河 在旧约里面 看到大河 大河就是现在的尤弗拉底河 所以在尤弗拉底河 跟底格里斯河中间 有一条分支 叫做加巴鲁河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 叫做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没有啊 你们上网去听听看 就是波利M他们写的 大概这首歌 大概有35年的历史 所以你们没有听过 也是应该的 因为你们都是比较年轻 听过这首歌 大概都50岁以上的人 才会听过这首歌 那首歌就是写到诗篇37篇 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 他们贝鲁去的时候 为什么贝鲁呢 神透过以西节 祂是先知 祂也是祭司 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 只有哪一个支派 可以做祭司啊 你以为 对不对 大祭司是哪一个家族 才能做啊 亚伦 亚伦是立位人 但是亚伦的家族 才能做大祭司 立位人才能做祭司 祭司有一般的祭司 也有祭司长 也有大祭司 所以你在四福音里面 看到说 祭司长怎么说 对不对 大祭司 大祭司永远只有一个 但有很多的祭司长 有很多的祭司 就像很多 你们听过检察官吗 有很多检察官 对不对 但是也有主任检察官 对不对 但是总检察官只有一个 对不对 只有一个 所以有很多的制度 都是跟圣经学的 所以圣经里面 很多的制度 你学会了以后 你知道怎么经营你的公司 怎么经营你的人脉 所以读经读得好的人 你做生意会成功 那你说我读经 为什么 我生意还不成功呢 就读得不是这么好 不是读得那么通 对不对 人家打篮球 你也要打篮球 为什么像林书豪 可以打得这么好 那打通了 你为什么打不好 因为你可能 下的苦工不够 可能你还没有通 所以做生意不好 不要怪神 要怪你 圣经没有读通 所以好好来培训 将圣经的真理 读通了以后 你的人生 这无往而不利 所以圣经说 真理必使你什么 得以自由 阿们吗 你被很多的事情 捆绑你 因为你对真理一致半解 你说神就是爱 为什么这种事情 临到我身上呢 因为你对神的爱不了解 神的爱 不是你来解释祂的爱 是谁来解释这个爱 是神来解释这个爱 阿们吗 如果你自己来解释这个 那三个人 有三个不同神的爱的感觉 对不对 我觉得我骂你 神应该爱我 对不对 站在他的立场 你骂我 应该神惩罚我 你应该不应该办爱 你不应该办好人 那解释就乱掉了 不是这个意思 你今天听完几篷信息 你会知道 神果然是爱 但是不是根据你解释的爱 是根据神自己解释的爱 所以以色列被掳到 巴比伦去 你知道吗 北国有九个半自派 南国有两个半自派 南国主要是犹大自派 还有汴亚明自派 还有少部分的立位人 因为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献祭 那北国有九个半自派 所以他们被掳到亚述帝国的时候 他们被南国被掳找一百多年 贝鲁走的时候 很多人最后都没有回到以色列 所以神透过以西洁跟他们说 为什么耶路撒冷本来是大君王的城 是神的城 最后为什么被灭呢 因为耶路撒冷最后不相信神的话 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 流人血 所以神要审判耶路撒冷 他透过以西洁告诉 先知没有讲先知的话 领袖没有做好领袖 祭司没有做好祭司的责任 所以神透过以西洁 告诉神为什么要惩罚耶路撒冷 为什么将以色列人全部被掳到外邦去 因为以色列没有一个人遵守神的话 行耶路撒冷眼中看回恶的事情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你看到世界上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 你说神不管吗 神当然管 神也可以管 问题是神要不要管 这句话再听一次 这个不同的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神都要管 都可以管 但是他是神 他自己觉得 需不需要去管这个事情 这是他的主权 我们慢慢讲下去 就会了解这个真理 所以你不要抱怨世界上 为什么发生这么多事情 使人不要给神管 阿们吗 不是神不管他 神管他 神爱每个人 在旧约我们这罗亚方舟的故事 对不对 神爱不爱所创造的人类啊 但是地上充满了 所以神就伤心 神要做一件事情 神要做一个审判 所以他要求 罗亚 为什么要求罗亚 因为罗亚愿意相信神 所以他要求罗亚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 做一个方舟 这个方舟做了多久 知道吗 在昌世纪 第十第九章开始讲到 这个方舟做了一百二十年 为什么做这么久 因为他要给每个人 有机会悔改 阿们吗 方舟可以神自己做啊 对不对 罗亚做 那个时候没起重机啊 对不对 没有很多的工具啊 他们做这个方舟 只有几个人在做啊 八个人 四个是男生 四个是什么 女生 女生通常都不能做 初衷的东西的 对不对 都是在煮煮饭啊 对不对 拿拿毛巾擦擦汗啊 他这个罗亚很累的时候 给他一杯水啊 对不对 真的搬了砍了 就是罗亚 三韩亚佛 他们一家 他们父子四个人 做了一百二十年 为什么呢 神希望每个人 都知道罗亚在做方舟 人家会问罗亚 你为什么坐这么大条船啊 你会不会问啊 会 那个时候人都住在一起哦 人还没有分散哦 洪水之前人都住在一起 那也没有这么多人 大家住在一起 大家都会问 为什么你坐一条 这么大的方舟啊 就好像你在大楼门口 坐了一个很大的方舟 有人经过会不会问你啊 主任委员会问你吗 为什么你在大楼门口 坐这么大的船啊 对不对 你有跟他讲说 没有多久 神就要审判这个大楼啊 对不对 说我坐个 你千万不要这样坐 神现在不是用水来审判了 神爱事实上每个人 在罗亚的时代 但是人不要神 所以神做一个分别 要神的人进到方舟里面 不要的人全部在洪水里面被灭掉 今天社会也是一样 神爱每个人 他讲过句话 但愿万人得救 不愿什么 一人沉沦 他中间还有一句话 但愿万人得救 明白真理 他不愿一个人沉沦 但是人不要神 所以今天 有人就知道 世界是不是神放弃世界 是世界放弃了神 所以神拣选一群人 拣选一批人 成立教会 所以教会 是基督的什么 神体 基督是头 所以我们都是肢体 阿们吗 所以神对教会有要求 神对世界没要求 因为这些人不要神 不要神的人 你怎么要求他呢 神只有将来审判他 亲爱的朋友 所以你看到世界上 这么多的恶事 不是神造成的 是人自己造成的 是国攻打国 民攻打民 是人自己造成的 神爱他们 像一个浪子一样 是他自己要求分家产的 是他自己拿了家产 也离开家的 不是他父亲赶他出去的 不是他父亲说 我分家产 我不管你了 没有 他父亲爱他 希望他不要走的 是这个小儿子 他不要他的父亲 自己离开的 他父亲一直在等 所以方舟为什么 建120年 神等每个人 有机会回赶 今天主耶稣说 他第二次要来 为什么还没有来了 不是忘记掉 就彼得后书第三章讲到的 神不是忘记的 神是给人机会 阿们吗 神给人机会 神为什么在旧约 用十个神迹 来告诫法老 神可以一个神迹 用法老就没命了 对不对 神可以要一个神迹 让以色列什么 离开埃及 神做得到 阿们吗 为什么用十个神迹 因为神爱法老 阿们吗 给他机会 阿们吗 神爱以色列人 神也有爱埃及人 阿们吗 神爱摩西 神也爱谁 法老 阿们吗 神爱法老 还多过摩西 如果你读出埃及记 前几章 前二十章 读得通的话 神比较爱 我们都觉得 神比较爱摩西 不爱法老 其实开始的时候 神还 我觉得神对法老 还比较好了 为什么 法老那个时候 做什么 做国王 对不对 摩西做什么 摩西做逃犯 是不是 他杀了人 逃到旷野去 在旷野牧养四十年 所以这个角色的扮演 神对法老 比较爱 让他做国王 让摩西做逃犯 你说你领口做逃犯 那你祷告 你做逃犯 我做国王 好了 好不好 所以你看 如果真理 你读不清楚 你会觉得 神为什么对摩西 这么好 对法老不好 你没有读通圣经 在开始的时候 神 我认为 爱法老 还多过摩西 他做国王 做领袖 摩西是做逃犯 一开始 其实两个人 对神都很刚硬 神夫招摩西的时候 叫他去带以色列人 出来的时候 摩西同不同意 不同意 推三推四的 哎呀 我不要 我不要 就跟我们很像 对不对 牧师找我们 夫师的时候 我不要 我不要 对不对 我们很多都这样子 你看摩西也是 摩西不是天生说 神来找他的时候 他说 哎呀神啊 我找你好久了 你早一点找我 我什么都愿意 摩西没有这样说 摩西说我不要 第一 为什么不要 我都不知道 你是真的家的神 你是谁啊 所以神就亲自跟摩西说 I am 是吧 Who I am 我就是我 摩西还听不懂 这个叫什么名字 对不对 I am who I am 我就是 对不对 这什么名字 他还不了解 继续问啊问啊 摩西也很刚硬 刚硬是人犯罪以后的性格 阿们吗 我们每个人都很刚硬 承认吗 承认 我们为什么学习不刚硬 因为我们认识神 我们觉得在神的面前蒙了这么大的恩典 我们不应该刚硬 我们应该来依靠神 所以摩西也很刚硬 他不要 耶和华最后跟他讲说 我就是耶和华 耶和华这个字 是摩西想问神 神跟他说的 摩西所有的满足都有了 他还是不愿意去 对不对 他觉得百姓不会相信他 所以神在他身上行了个神迹 对不对 将你的杖丢在地上 对不对 将你的手放在衣服里面 拿出来进去是 改好的一拿出来是大麻风的手 放进去出来又是好的 神证明是我是有能力的神 你要相信我 摩西一直试探神 但神他还是不相信 最后他说 我还是不去 你这么有厉害 因为我不行 因为我左口什么 笨蛇 你看人多坏 你看摩西多坏啊 对不对 所以没有一个是义人 阿们吗 圣经告诉他说 没有一个义人 所以你不要看到摩西是个义人 那你圣经还是读错了 没有一个是义人 最后摩西讲了一句话 神有点生气的 你说你不知道我叫谁 我也跟你讲我说是谁 你不相信我的能力 我证明我的能力给你看 你说你没口才 我说吃口才的是我 我也吃你口才 神有点生气的 圣经讲神讲得很人性的 不像那些偶像 对不对 木木表情 对不对 神是很人性的 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 按照他的样式昌造的 对不对 他有很人性的 你懂摩西神就说 我就要派你去 摩西最后讲了一句话 你派他谁去 我没意见 就是不要派我去 你看你敢讲这种话吗 我们还不太敢了 对不对 主啊我就勉为奎难 背着十字架往前走了 对不对 难过还要做了 对不对 摩西还这么刚应 所以你不要以为 摩西开始就很顺服 神没有 法老一样刚应 摩西去说 我的神要带走了 我的百姓要去 祭拜我的神 法老说 神是谁啊 你看同样的问题 对不对 要我听他的 你看 都是我我我 我们的己生命 法老也不要 但是你从现在开始 两个人不一样 当摩西越接触神 摩西越来越顺服神 阿们吗 我们看到最后的生命 不一样了 法老越接触神 他的心越来越什么 越刚应 所以神在开始的时候 对两个人都一样的爱 阿们吗 这个读出爱 就是读懂的真理 不是神特别讨厌以色列人 没有讨厌埃及人 特别讨厌法老 不是 在开始的时候 神的公平地对待每个人 阿们吗 但当一切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有些人会越来越敬畏神 越来越爱神 阿们吗 有些人越来越刚应 今天以色列也是一样 当他们带 以神 用摩西代理他们的时候 他们在旷野 常常讲一些话 凡耶和华所吩咐 我们的什么都要遵守 但最后他们没有遵守 以色列建国五百年 最后都被掳 神透过以西节告诉他们 你们受惩罚的原因在哪里 让他们心服口服 但神不是只有警告他们 神来安慰他们 耶路撒冷 将来必要重建 以色列将来必要复国 所以我们读下去 我们就知道 当以色列被掳之后 第一次归回的索罗巴伯 对不对 开始建立圣殿 第二次的归回 以斯拉 他归回 第三次 尼西米将整个圣殿的成员建立起来 所以神的话没有落空 到后来 主耶稣来之前 犹太国 有短暂的复国 就是马加帝国 你们这个历史上 你们去查一下就知道的事情 但最后他们还是不相信 耶稣是弥赛亚 说主后七十年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被掳 再一次掳走 整个耶路撒冷 都是变成方场 但神的话没有落空 以色列在1948年 仍然复古 我们再看下一场 刚才我讲到说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一条河的旁边 叫加巴鲁河旁边 巴比伦人是非常残忍的帝国 他们每攻打一个城市 所有里面的人都杀光 烧光 他又灭掉这个城市 让他永远不会起来 你们这些被掳去的 巴比伦的以色列人 巴比伦的还取笑他们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诗篇三十七篇一到六节 我们一起来请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掳我们的 要我们歌唱 要把我们做乐说 给我们唱一首喜爱的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 我若忘记你 请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 请愿我的舌头会以上堂 其实他们被掳的时候 在加巴鲁的河边 所以我刚才讲到的时候 叫By the rivers of Barbaro 你们可以上网去听一下这首诗歌 就根据诗篇三十七篇一到六节 所唱的诗歌 被掳的人巴比伦取笑他 你们是神的选民 唱一首喜爱的歌吧 喜爱就是耶路撒冷 圣城喜爱 唱一首歌吧 能不能唱啊 不能唱 就好像日本人攻打以前大陆的时候 将所有的中国人抓在一起 你们唱一首国歌来听听吧 同样的意思 所以他们说 我们回到前面一章 他们说我们怎么可以唱呢 他们想到喜爱就什么 就哭了伤心 他们违背了神 难过 他们将唱歌的琴挂在柳树上面 他们拒绝唱 因为鲁得我们的要逼我们唱歌 要找我们来出丑 要找我们来取乐我们 取笑我们 给我们唱一首喜爱的歌吧 仇敌没有一点良善 他不但是攻击你 他还取笑你 我们再看下一张 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 唱耶路撒冷 他们现在开始悔改 我越忘记你 情愿我 忘记我右手的技巧 这是有的背景的 犹太人的父亲 要为儿子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教导他们律法 就是创出令民生 摩西五经 他教导他的孩子 懂这个五卷书 第二个要教导每一个孩子 学习一个什么 手艺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他有没有所学艺 学手艺 他父亲是做什么的 木匠 所以他也做木匠 这是他们以色列的传统 父亲要教导他们认识神 教导他们摩西五经 他们叫做陀拉五卷书 第二个要教导孩子 学一门手艺 所以这边才有这个故事 如果我忘记耶路撒冷 领扣 我忘记我右手的技巧 所以技巧对他们来讲 手艺很重要 第三个 他们要为他的儿子 准备媳妇 也是他们该做的事情 为女儿准备一个 珍拿大香膏 所以你看师父音书里面 玛利亚用珍拿大香膏 倒在耶稣的头上 记得这个故事吗 这个就是 他的父亲为他准备的 将来有一天 他结婚的时候 在洞房的时候 在结婚那个晚上 新娘要将这个香膏 倒在新郎的头上 告他的丈夫 成为他的主人 所以这个都有 他的历史背景在里面 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 你圣经读起来 就比较容易明白 所以这个就诗篇 三十七篇一到六章 以希节在那边 说预言的时候 他们那个插曲 记录下来 我们再看下一章 为什么耶路撒冷 是大君王的城 最后却成为 污垢 孤堪的地方呢 因为他们有 以色列的人 不遵守神的律力典章 耶路撒冷变成 成为流人血的城 他们不敬畏神 他们的祭司 他们的先知 他们的各级领袖 都远离了神 先知抢夺百姓的财富 先知不说神的话 说好听的话 他们说说 耶路撒怎样子说 神却说 我没有怎样子说 他们说人的话 偷人的喜欢 今天教会也是 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说神的话 阿们吗 我们不是说你要听的话 这个不是救国团的张老师训练班 这也不是白又龙的训练课程班 这是教会 阿们吗 讲神的话 神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 他将古与古髓都什么 分开 所以你会发到这四福音书里面 当主耶稣讲每一句话的时候 都有人讨厌他 但是有人更爱耶稣 有没有发现 有人讨厌耶稣 因为他讲的话 他们不喜欢听 但相信神的一批人 他们越来越依靠神 越来越喜欢 所以当最后耶稣讲了 问他们门头 到很多人离开他 很多的法利塞人 这个上等阶级的 祭司 文师 都离开神 很多这个不知所云的 神讲什么他不听的 五饼二鱼他就来了 吃饱他就走了 就不了解神的心意的人 一个一个离开 所以神就问他的门徒 耶稣说 你们也要离开我吗 保罗说的一句话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跟随谁了 阿们吗 神有永生之道 有些话你不一定喜欢听 但是神要你 带你进到永生的里面 我们应该跟随神 所以先知没有讲 神要他讲的话 我们再看下一张 祭司没有照着神的规矩 去献祭 亵渎圣物 不分圣和属 也不守安息日 所有各地的领袖 都是为了发财 都为了赚钱 他没有好好的带领 羊群 他只是恋财 害命 那你说一般把戏 一边百戏 一边百戏也是一样 有点钱就欺负那个穷的 穷的就欺负那个寄居的 就每个人都可以欺负人 所以人之坏到一个程度 罪恶到一个程度 就像我们现在的世界一样 我们看下一张 就跟我们现在的社会一样 人坏到一个程度 每个人都可以欺负人 22K的欺负那个1.8K的 1.8K的欺负那个1.7K的 对不对 1.7K的欺负那个歪佣 没有很多的歪佣被拉去做 不该做的事情 因为我是个骨科医生 我常常看到很多外用被约带 对不对 被掐了 被踢了 欺压寄居的 跟我们现在很像 亲爱的朋友 我们应该做什么 以色列本来是大君王的城 后来变成流人血的城 说审判流掉以色列 所有的国民都被掳走 在加巴鲁的海岸边 被人家取消 今天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 也是一样 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对的 包括教会在里面 你看多少的教会 如果你留意美国的教会就知道 美国教会出现重大的危机 他们要吸引年轻人 他们降低了 教会神给他们的托付 他们开放同心念 为同心念振奋 在末世的时候 你要为神赞助 是要牺牲的 你真的认识神 你要为同心念振奋吗 你不要就会受到排斥啊 现在美国很多的大企业 只要你反对同心念 你的企业就会被警告啊 你要有所思的 你有心理准备啊 这是越来越厚 你们看到最近伊拉克 很多回教徒 拉的基督徒 在网站上有什么 公开什么 枪屁 有没有看到 这网站上找得到的 我们不但只要明白神的圣经 我们要了解人类的痛苦 阿们吗 你才能够去传福音 阿们吗 我们不能在象牙塔里面 研究圣经呢 明白神的话 是要我们能够走更远的路 阿们吗 你愿意出去啊 所以很多人会问我说 为什么神不干涉几个事情 为什么神不就结些基督徒呢 我在网站上有写了几句话 伊拉克的基督徒 他们由回教徒在杀他们之前 每个跪在那边在杀他们之前 都问你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否认耶稣 你否认了就没事 我们是兄弟 回到回家 回教嘛 对不对 你就是我们的兄弟 你不要 你就是我的仇敌 我就将你枪毙掉 所以你可以做选择的 你可以否认主的名 你也可以为主殉道 所以这个故事背后 你们看见以后 很多人只看到个假象 哎呀 怎么这么残阳 你的神在哪里啊 你都不敢传福音啊 对不对 你看人家讲 你们基督徒被人家 杀到这个样子 你神都不管啊 就好像你的孩子 被人家打到这个样子 你爸不管啊 这是完全不懂的 背后的黑暗的权势 他们被杀是自愿的 因为他可以否认主民的 阿们吗 他可以不承认的 不承认就没事 所以我写了几个短文 写了大概五十个字 一个短文 从这件事情上面 看见这个神是真的神 因为真的东西 没有办法否认 阿们吗 第二个原则 这些人都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他们是得胜者 阿们吗 他们为神的道训 第三个 我告诉台湾的旧徒 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今天有冷气吹 这么舒服 传福音 读经 祷告 聚会这么的舒服 没有人拿枪指针你 你要进江子翠行道会吗 你要不要否认主 没有人这样做 你却不来聚会 我们将来如何跟神交张 阿们吗 所以看到状况 你不是埋怨神 看到状况 要明白背后的真理 这些就是得胜的人 他们不会为一个假神 去自杀的 有回教徒 因为心眼没有开 他们以为他们拜的神是真神 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 告诉他们不是 因为他们心眼被弄瞎了 所以我们要传福音 告诉他 开他的心眼 让他了解 你拜的是假的 你当真的在那边拜 你要明白神经 所以现在的国家也是一样 我们再看下一章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神在寻找一个人 站在破口 重修强远 神寻找我们 有没有人愿意 站在破口上面 今天我看到 这样子的行道会 一直的昌盛 一定有人站在破口祷告 阿们吗 你不要以为说 人就无缘无故 就进来教会 一定有人在服事 阿们吗 一定有人在祷告 阿们吗 一定有人在牺牲 阿们吗 一定有人站在神的立场 阿们吗 所以教会才会兴旺 一家公司赚钱 一定有人在用功 阿们吗 你不要先不小心 踢到黄金金来 没这种事情 所以教会的兴旺 一定有人站在破口 祷告守望 建立强远 让敌人没有办法攻击 我们再看下一章 神在寻找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站在破口 我举了五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在旧约摩西 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 我们知道说 摩西上西乃山 四十天没有下来 下面的百姓 就开始紧张了 所以他们叫亚人 做一个什么 金油堵 他们开始来拜 所以神就告诉摩西 说你快点下去 这些百姓已经叛逆了 已经不听我的话了 所以摩西看到他们 在拜金油堵 摩西非常的愤愤 将两个法板 神亲自写的 丢在地上 磨碎了 给他们百姓喝 神说我要审判 这些百姓 摩西有没有说 好啊好啊 该死该死 摩西没有这样做 摩西站在破口 他提醒神 神其实知道了 神很可爱 你听到几个祷告 我们的神有多可爱 摩西提醒神 他说你好不容易 请他们从埃及 怎么 带领他们来到旷野 你现在要击杀他 那埃及真的会笑嘛 你看他们的神 整他们的 这埃及还是围炉 对不对 现在好不容易带他们出来 最后就要他们杀掉了 他说你这样做 对神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神知不知道 神知道 神通过摩西讲 所以有一次我去青年 这个青少年跟他们 讲一些圣经故事 很多青少年说 哎呀我小的时候被妈妈打了 我现在还被爸爸妈妈骂了 打了 我说你不读圣经啊 你读圣经 爸爸妈妈就不会打你了 他们说真的吗 我说真的啊 就学摩西啊 怎么学法呢 你们想不想知道 爸爸妈妈也要听 儿女也要听 当爸爸妈妈要骂你的时候 要打你的时候 你就学摩西嘛 你说爸爸妈妈 你生我就是为了打我吗 万一不小心将我打死在旷野 那你怎么办呢 你跟爸爸结婚 或者爸爸你跟妈妈结婚 你辛辛苦苦地追到他了 结婚了 最后结为夫妻 你最后不是要我生出来吗 你为什么打我呢 父母还能打得下手吗 哎呀 所有孩子听得这么满堂大笑 高兴得不得了 过了没有几个礼拜 有些人做爸爸妈妈的 就来找我了 耶弟兄你跟我儿子讲了什么 他们怎么说 我们生他出来不是为了打他了 我说你生他就是为了打他了吗 他说不是啊 我说是啊 他讲的是真理 对对 摩西说嘛 你带领百姓出来 最后要击杀他们 那你做父亲的怎么办呢 神说 我还是要惩罚他 摩西讲了句话 那你惩罚我好了 将我的名字 在你的侧上什么 涂抹掉 你惩罚我好了 因为我是领袖 我戴不好 是我的错 你惩罚我好了 神讲了一句真理 谁怼罪我 我就什么 惩罚谁 但是摩西仍然站在这个破口 不让这个破口变大 神说 好 我就让你的支派 变成一国 我就灭掉其他十一个支派 如果是我们听到的话 哇 公司所有人都走光了 我做总经理了 对不对 教会所有人都走光了 我做老大了 你就很高兴了 摩西不是 他仍然站在破口 他说不行 所以神为着摩西站在破口 最后将怒气释放 他们献祭 将这个事情就涂抹掉了 所以站在破口很重要 阿们吗 教会有些是非的时候 有些破洞的时候 你应该站在破口 补起这个破口 不是将那个破口越弄什么 越大 哎呀你知不知道 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知道 叫老王一起来交通一下 老王来往陈弟兄来 陈姊妹来 你知道这 讲讲讲 这样个破口越弄越大 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 阿们吗 你要站在破口 挡住 神就开始祝福 第二个 亚伦的故事 在民宿记 第十六章 有一群人 叫做可拉的后裔 可拉党 你听过吗 可拉党 他们就不服 摩西跟亚伦 他说难道 神不是我的神 只是你的神吗 难道神不跟我说话 跟你摩西说话 亚伦说话吗 他们反叛什么 领袖 反叛神给他们的权柄 反叛权柄 就是反叛神 因为权柄是神给的 阿们吗 所以这些人就开始反叛 所以神当时就开始 惩罚这些人 地就裂开 所有可拉党都掉下去里面 很多百姓看到这个景象 他们很不害怕 还要去攻打摩西跟亚伦 你竟然杀我的兄弟 你看 言正名词啊 我们人常常都以为 自己是正义的代表啊 抱怨神啊 你为什么杀我的兄弟 我就将你亚伦跟摩西的家族杀掉 当这些人冲出去的时候 神开始发怒 整个瘟疫就降下来 摩西看到几个情形 摩西说 我好啊好 你活干 你看你对罪我了吧 摩西没有 亚伦也没有 摩西跟亚伦讲 你快点拿着你的香炉 结果背景的 以色列在建立会幕 设立祭司 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香炉 这个香炉放在圣殿里面 表示代表每一个支派 所以 亚伦就听摩西 亚伦也说 我们不要 他攻打我们 让神惩罚他们 亚伦没有做 这种不道德的 残忍的 报复的心态 亚伦没有 摩西说 叫亚伦快点 拿住你的香炉 因为立会有个香炉 他是领袖 圣经讲 他站在死人跟活人之间 很多瘟疫一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死 他马上站住 这样子一个死亡的变现 不要再冲过来 所以站在死人与活人之间 瘟疫就停止了 所以站在破口 灾难就停止 今天世界上这么多的仇恨 这么多的战争 我们不是看热闹 不是埋怨神 我们应该站在破口祷告 阿们吗 昨天我儿子问我个问题 他说以色列怎么这么残忍 他们就轰炸机 用坦克去攻打巴勒斯坦 现在社会一面倒地攻击以色列 身处基督徒也是一样 你没看到刚才的诗篇37章 137章 1到6节 其实它共有9节 后面有3节 就讲到以色列 告诉神 你要为我申愿 现在以色列总理叫做 纳唐亚胡 他是第二次做总理的 他是个非常敬前的神 敬旧约的 这个以色列人 他知道一件事情 以色列不能再推药 只要推药一步 他们就没有路走 因为他们的敌人 不是巴勒斯坦人 他们的敌人是撒旦 阿们吗 他们背后的黑暗权势 是撒旦 他要将以色列国整个灭掉 以色列国整个灭掉 神的选民就没有了 神的选民就没有了 圣殿就不能被建立 圣殿被建立 主耶稣就不能第二次来了 这是撒旦的诡计 在旧约里面 在米赛还没有来之前 外邦一直要追杀犹太人 法老要追杀 当耶稣出生的时候 西律要追杀 亚述 巴比人 到最后的马代波斯 希腊 罗马 都要追杀犹太人 只要这个犹太民族不存在了 神所讲的预言就不能形成 所以背后的黑手 不是国民 乃是撒旦 所以很多人祷告 希望以巴能够和平 以巴不会和平的 以巴要和平 只有所有的以色列人 归向神 阿们吗 巴勒斯坦人归向神 阿们吗 才能和平 这个在贴加罗里沙 就有讲到这个事情 到最后主耶稣来到的时候 将他的脚踏在赶蓝山的时候 犹太人才看见 原来他们几千年前 钉死的纳撒的人耶稣 就是弥赛亚 所以以色列全体都悔改 所以我们不要用人的角度 去看世界上的历史 犹太人他不愿意让一步 他们几千年来告诉他们 你让一步他们就没有退路 所以你杀我一个 我就杀你一百个 让他视作为的敌人 不敢去杀他们 这个方法不对的 因为他们认同的也是纠约 以亚还亚 以手还手 以眼还眼 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所以他们仍然不相信耶稣 他们相信纠约的神 其实同样一位神 但神亲自来到地上 拯救他们 他却不要 所以第三个 在马太福音 第十五章里面讲到一个 迦南的妇人 她的孩子病了 她的女儿病了 她去求耶稣 耶稣好像没有很理她 耶稣说我来就是要到以色列国 我是来到自己家里面 我要先拯救以色列人 她听到这句话没有很难过 因为她要站在 她女儿的病的破口里面 她要求神 医治她的女儿 很多的门徒叫她赶出去 她说你不要吵了 不要啰啰嗦嗦 快点走啊 她仍然没有灰心 今天如果有教会 有个人说 你是不是信主的 你不信主 不要来不要来 你还不会走吗 那你就马上走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家男的妇人 不一样 她知道什么是真的 既然是真的东西 我给你讲两句 无所谓 到最后耶稣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我们听起来 好像真的不是爱的神 能够讲的话 他说我来啊 不要将好的东西 给什么 给狗 或者给猪 好的东西应该给谁啊 给儿女 说很多人 世界上很多人 不了解圣经的真理 就怪神怎么这么残忍 怎么讲这些话 你要懂得整个背景故事吗 你不能用现在的眼光 去讲到 马太福音是 祖后五十多年 写的东西 两千多年前的事情 以前古时候 你知道我们的男生啊 跟男生在一起的时候 介绍他的太太的时候 他说 这是我的见类 有没有听过啊 现在有没有男生 说这是我的见类啊 你跟他拍戏啊 这是有当时的背景故事 在哪里的 阿们吗 我为什么解释几个事情 世界一直在演变 有他的背景故事在那边 你不能用现在的眼光 去判断两千年前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认为对的事情 现在不一定 因为那个不是真理 那个是生活的习惯 所以古时候 我们将太太叫见类 叫孩子叫什么 小犬 你现在教你儿子小犬看看 对不对 他气死你啊 凶一点还拳头对着你啊 不是小犬啊 是拳头啊 对不对 但是那个时候 爸爸说 其实我的犬儿小犬 那个儿子是的父亲 那你现在能够要求这样子吗 以前 不要说太久以前 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就民国了 一百零四年前 对不对 在清朝的时候 我们男女还是瘦瘦什么 不亲啊 怎么可以坐得这么近 所以圣经有他的背景故事 因为他是事实 阿妹吗 所以他为了站在他女儿的病情 在破口上面 他说 你讲的没有错 但是狗爷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饼 他一直站在破口 他不愿意离开 他要他女儿得到医治 他一直求神 主耶稣最后讲一句话 这样的心情 就是在以色列 我也没有看过 你的儿女病好了 所以站在破口可以医病 阿妹吗 你的百夫长也是一样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的 百夫长说 我的仆人病了 主耶稣那我去看他 百夫长说 我不敢劳动你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什么 病一定好 因为百夫长他知道权柄 他说 我跟我的士兵讲 叫他去哪里 他就会去 叫他来 他就会来 你是神的儿子 只要你讲一句话 我的仆人的病就会好了 他站在权柄的破口上面 不怀疑神 第五个 保罗也是一样 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 以色列人一直不相信神 说保罗非常痛苦 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为了骨弱亲情 为我的兄弟 我领口与神隔离 我也要将福音传给你们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很多的家里 很多年轻人说 我爸爸不信主的 你讲耶稣他会骂你的 就让他骂几句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他会打我的 打几下也有关系 你们这么壮 对不对 你就怕 保罗怎么说 我为了我的骨弱亲情 他为了犹太人 就是与神隔离 他也要传福音 就是站在破口 哎哟 我说我的丈夫不信主的 而且每天祷告的很奇怪 所以这样祷告 丈夫永远不会信主 你看你的德行 我每天祷告你还这样子 你说他会信主吗 反过来一样 太太不信主 你讲讲你太太没有用 你看你肚子痛了吧 叫你去教会不去教会 你信的是什么神啊 你跟庙里面的佛 有什么不一样 圣经不是这样读的 祷告也不是这样祷告的 你不要跟那个不信的丈夫说 我每天为你祷告 你怎么不悔改呢 你越讲讲他越不信主 你不是要为他祷告 你要为你自己祷告 求主我更爱他 让我看见我丈夫的优点 因为我的丈夫也是照着你的形象照的 阿们吗 你爱他跟爱我一样的 你让我看见他的优点 你让我知道他的 长处在哪里 你让我明白 让我能够顺服他 我跟你讲 你这样子祷告 不超过三天 你丈夫一定要说 我要去教会了 阿们吗 祷告是这样祷告的 所以为你的仇敌祷告 何况丈夫不是你的仇敌 阿们吗 我们祷告是错误的 我们常常祷告是 为耶弟兄祷告啊 你意思怎么样 就是他很糟糕了 是不是有这种心态 自一的心态嘛 哎呀 为王子妹祷告啊 他都不来聚会啊 你看你在盯人家的罪 神会听你祷告吗 你应该为自己祷告 我太没有关心耶弟兄了 我太没有去看王子妹了 主你要在王子妹耶弟兄身上 得着荣耀 神就会听你祷告 阿们吗 你的处方开对了 病就好了 你处方开错了 你每天祷告 你越祷告 那个不信的人越不信 因为祷告错误 不明白圣经真理 我们看下一张 现在神也要我们站在破口 神仍然在寻找人 我们要不要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社会 为人民站在破口 防堵 你不需要跟人家摇旗拉汗的 你应该为执政掌权的祷告 神啊 你祝福我们的执政掌权的人 你带领他们 你不要再盯他的罪 他怎么只有几% 这不是你的责任 他做总统是谁统一的 神统一的 阿们吗 所有权柄都来自哪里啊 神 所以我们要顺服掌权的 在不违反真理里面 你原则上要顺服他 你应该为他祷告 你不是定他的罪 教会你 要为你小族上祷告 你不是定他的罪 你说有难处 可不可以交通啊 可以交通 但交通有个原则 我自己看见的原则是 你有难处 你应该向上反应 听清楚哦 不要向下传播 你是小族长 你有难处 你不要在小组里面讲 哎呀我不想牧师在做什么 我也没有力量了 那这个小组就垮了 阿们吗 你在小组面前 永远讲积极信心的话 阿们吗 你不懂的 你可以问长老 问牧师 牧师我不太懂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你在众人的小组面前 你应该怎么样 应该有讲信心的话 阿们吗 就像军队一样 一个连长 不能在排长面前讲说 我都不需要营长讲什么 我们不要打仗了 那还不叛乱就才怪 就是连长不懂得营长讲什么 他跟排长训话的时候 我知道长官跟我讲什么 你们照着做就对了 就叫信心的话 阿们吗 所以有意见 有问题 不是不能讲 应该向哪里讲 向上讲 阿们吗 这样子就站在破口了 我不了解 不能充了解 阿们吗 所以你要讲 跟你的上面讲 你跟牧师讲 牧师说 这个不是这个意思 你误解了 或者是他说 这样子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们改进 这就是破口的修补了 阿们吗 所以你不能跟下面的讲 这个是属灵的原则 你愿不愿意回应神 为国家 为社会 为人民 站在破口 待起 我们再看下一张 你愿意做个带导的人吗 你愿意站在破口 做个祷告生活的人吗 你愿意更多 明白神的旨意吗 我们就低头做个祷告 主耶稣 我们是要感谢你 你拣选我们 让我们有能力 也有权柄 站在破口 为百姓来祷告 主我们要学习摩西 要学习亚伦 我们要学习百夫长 学习家人的妇人 我们要学习保罗一样 站在破口 为他的骨肉亲情来祷告 主在这个社会的 末世的里面 狗攻打狗 民攻打民 百姓在世界上 没有平安 只有在你的里面 有平安 这个信息 是需要我们去告诉他们 我们不是看到世界 来埋怨神 埋怨人 我们知道 神没有放弃 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人不愿意顺服神 但愿我们这些 愿意顺服神的人 愿意站在破口 为他们来祈祷 神你就做奇妙的工作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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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